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它呢就是别克的昂科威S 从名字来看呢 大家觉得昂科威S跟昂科威什么关系呢 官方给出来的说法呢 就是它是介于昂科威跟昂科奇之间的 其实翻译一下 其实它就是全新的昂科威 但是厂家为了这种两世通堂 第一代车型跟第二代车型想同时卖 所以说就把第二代车型后面加了一个S 并且这个S呢确实是名副 其实确实是很运动的 然后售价呢也有小数的下降 入门车型来到了219,9 顶配车型还是279,9 说完车咱们插播点这个抽奖 现在我们习车军时间在做这个抽奖的这个活动 大家一定要踊跃的参加 看完这个片子 结尾是有小惊喜的 第二点呢 当然还是来说这个车型的特点 刚才说到运动 那咱们就先从三围来看 确实车呢 现在是变得是越来越宽了 越来越矮了 更加低趴的这种感觉了 然后你肉眼看到的效果呢 也确实如此 对比以前别克SV车型呢 都是特别窄 特别高 一点跟这个运动呢 一点都不沾边 并且呢 此次呢还推出了一个运动的 一个限量版车型 这种黑化的外观 有运动套件了 再加不错的这个三围的这样一个变化 确实在同级别当中 一下感觉 这个最运动的这个中线FV 居然是台别克了 那另外一个特点呢 就是它在淡化自己的这个四驱车型 因为全系四个配置嘛 只有一个是四驱车型 剩下的全都是两驱车型 这个呢 对比之前的Uncle V呢 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那第三点呢 咱们来聊聊配置方面啊 四个车型 我最推荐的呢 是次低配的 这个239,9的豪华型 一个两驱的车型 配置刚刚够 如果你的预算还是有限的话 我觉得就费上这个219,9了 觉得这个入门车型 下降了两万元 其实也可以买 但是配置确实稍微会低一些啊 第四点呢 咱们来聊聊车型的不足 还有适合的人群 那不足大家刚刚已经看到了 首先就是四驱车型变少了 只有一个了 那第二点呢 就是这个 虽说价格下降了 但是对比老款的车型 这个配置呢 并没有一个明显的上涨 当然了 硬件方面 比如像中控的屏幕啊 升级到了10英寸 液晶仪表的尺寸 也升级到了8英寸 这种硬件呢 还是有升级的 那最终呢 咱们来聊聊 它适合哪类人群 肯定是 首先是想兼顾运动跟豪华的 因为之前的 别克车型 都是那种非常豪华的那种感觉 但是是 此次这个 全新的 Uncleway SE一推出呢 感觉哇 别克其实做运动方面呢 也是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心得的 那第二类人群呢 就是想在这个中型SUV当中 再想拔高那么一点点 这个别克 这个有一个专属的一个车型 叫Avenir 现在叫艾维亚 这个Uncleway SE呢 也推出了相对应的版本 这个版本呢 在外观内饰都有专属的一些装饰 还有用料呢 也会更好 并且它背后呢 还有更加贵宾化的这种服务 当然它这个不同的 Avenir Avenir 车型之间的服务呢 还是有些小幅的 差异的 聊完车呢 咱们来聊聊这个中奖 大家也是比较关心的 现在我发觉 我们这个办了这个活动之后 大家这个不是太踊跃 其实中奖的比例非常的高 并且我们这个并不是随机性的 就是如果你稍微用那么一点点心 就可以在众多的这个评论当中 脱颖而出 你对这个车的看法呀 或者你想问什么 甚至你觉得这款车 我可能并不是太感兴趣 我有感兴趣的别的车 你只要说出足够合理的要求 足够优秀 我们都会把你 从这个众多的评论当中 抽取出来 给你寄一份精美的小礼品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 咱们下期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刷刀